协作会议简单来讲 就是一个集思广义的过程 在这个集思的过程里面 我们把各个不同的方面的利益关系人 对一个案子里面 他们手上有的事实 他们的感受 这些都加以对齐 把它集中起来 在集中并且聚焦之后 我们就找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某种价值 过往的民同意见都是 透过收短信箱 比较多报复长的 或是我们中心的 那这新闻来来 都是透过承拌同仁做分案 分案完的时候 由他们收集相关的资讯 牵绊 承核 然后承核完我们批定 然后就恢复当事人 因为我们以前会议的话 大概都是针对公务机关 自己在针对问题在研讨 那时候同仁跟我讲说 会开协作会议 我认为要写什么做 我一开始想说 可能就是去听长官讲一些话 那看我没有什么问题 就回应 我们要提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或许不是最好的 但是能够让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 以前的方式会在PTT 或者是爆料公社 通常我们遇到的 余情啊 陈情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资讯不是很完整 单方说法 对对对对单方说法 这个是一个大恶的问题 我们以往都是只透过内部的一个程序 我们就把解决方案定案了 那这个解决方案又不见得是对民众来讲是最好的 我们试着找到的解法并不是一次性的解决某一个人的单独的问题 反而让其他人获得了一个不利或者牺牲 而是说对所有人都至少没有害处 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法 我还蛮惊讶会请到各方面都有连接的人过来 真理越辨越明 随着说我们各方人马在这边 包括公部门民众 大家真的讨论完都说明完 大家就知道说什么样是最正确 这个东西的讨论会比较不是说过去很多政府议题 或是很多东西的讨论都是小众 比较多方恋爱关系人 大家针对民众的提案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最具体的成效就是在每一个部会 现在都有一些开放政府联络人 这些朋友们就像媒体联络人国会联络人一样 是专门针对这些5000个可能快要上街头的 在网路上的朋友们直接进行对话 有些人会想说和政府高官提这些案子根本就没有用 那时候接到电话第一个想法是 会有人打给我 然后就有点吓到 五月的时候就看到板上一片的骂声 就所有的那个UX的朋友说 这个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 我突然提了这些政府也不会改 然后就想到真的不会改吗 我其实本来预期是我应该要打很多关 才能够碰到要去改变这件事情 找到跳关是谁关 对对对对就是玛丽娃那个概念 我怎么跳到这一关了 最深刻的是突然接到你们的电话 而且说下来很蠢的 我们小组可能有人眼泪都掉出来 这是我们当初在协奏会之前 我们本来是有预估说 或许提案人他对这个案件的诉求 他在语言上会比较强烈 那结果开会的时候 我觉得双方还是蛮平和的在讨论的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friendly 而且让大家展现热情 而且非常民主的一个程序来表达彼此的意见 我们就发现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真的大家可以平静静气把事情讲清楚 以及第二个常常骂得最凶的这些朋友们 真的比我们专业 在这部分就有点怕怕的 就觉得我真的要改这个东西哦 我可以改吗 然后他不太敢下手 然后民众来就是完全的相反 是我可以改这个好棒啊 你要改成这样这样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直播 就是线上也有人在同时在join 那也同时在提供意见 可是你要知道民众走进政府是不容易的 你去反应问题是不容易的 而且你的问题要被形成正责 那几乎难上加了 协作会里面并不是只是 让公部门的语言让民间听懂 公部门同样也要听懂民间所使用的语言 这是一个双向的转移的过程 所以在最好的时候 这可以促成一个新的合作关系 整合各方的力量 包括民众 政府 协计 社群都进来 那这是大家跟我们看出来的结果 这样我们就比较对外有说服力 我们跟民众一起协作出来的东西 那被民众接受了 而且民众也觉得也看到政府的努力 跟政府之间跟民众互动是良好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跟民众互动是有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 如果你只看60天之后 就是各不会的综合回应的话 就会发现说 跟本来的施政方针并没有太大的不同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方向是大家都认可的 但是有没有因为这个协作会议而多push一点呢 我们从综合回应里面完全看不出来 就应的来监督的部分 跟提点子部分的互相连结 我想就是下一个阶段 我们把克责这件事情 让大家更容易能够看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向 感谢观看